謝謝 馬英九先生現在選舉非常焦急 我們等一下有一個口號 提出來很多的這些欺騙的口號 對自己的評價 那我只提其中一個 就是改革不能中斷 是這個樣子嗎 他有做了什麼改革嗎 我們甚至拿幾個面相來檢討 來檢驗 不只發現到這個改革是中斷 而且改革是倒退路啊 是倒退 第一個街頭的人權在馬英九這個執政期間 完全被封鎖 這個人權完全被犧牲了 我們從200811月到2011年的2月26號 簡單去條例就有11個 打壓限制人民在街頭表達 這個言論自由的人權 那麼另外我們也看到 在民進黨執政期間 所宣示的新聞自由的一個維護 我們也看到馬英九上台之後啊 這些新聞啊 名嘴啊 這個對國家合適的一個評論 連這種公眾評論 都在馬英九的任內啊 把它做前置啊 現在還有很多人啊 被被告 然後啊 每天要擔心的受到司法的破壞 那麼司法的部分的改革 也讓人民傷心啊 整個法官法到現在 國民黨的多數在理法院 還是卡在那邊 還是不能啟動 真正的司法改革 給人權最大名的保障 這一些啊 都在在的反應出來 不只是改革中斷 而且是改革的退路啊 這種啊 這個情況 馬先生還有臉 還有啊這個 臉來對人民啊 說他的改革 說他的控制 說他的執政 恐怕真的是 以小大法 不要再騙了 人民說多了 不要再騙了 人民說多了 人民說多了